哈喽,今天的不专业香皮呢,为你带来的就是 Mesa Magella Rebecca这条香水线 前不久推出的这一款 Under the Star 乌木星辰的香水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Mesa Magella新的这一瓶 Under the Stars的香水呢 其实从去年新品情报影片当中 讨论到它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我是蛮感兴趣的 但是呢,很奇怪 和其他的香水不一样 这一款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等着等着等了很久 澳洲这边都没有上 那等了好几个月,澳洲终于上了 但是当时呢,又有其他新的香水 想要review 于是呢,就把它一直留到了现在 但我看到呢,我频道里面还是蛮多人 对于Replica这个香水线蛮感兴趣的 而作为我感觉目前 小文青们很追捧的一条香水线呢 Mesa Magella的这一个Replica的香水线呢 对于复原 一个瞬间情境 还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而我也可以先说了 我感觉全新的这一瓶 Under the Stars的香水呢 绝对是献给 试过不少Replica这条香水线的香水 但你感觉它们的气味 可能都稍稍更偏女性化 或者甜度都有点过高的人群 那我感觉你真的可以去闻闻看这一瓶 Under the Stars的香水 那这瓶香水的中文艺名呢 我也感觉是蛮好听的 在聊到香气之前呢 让我稍稍的给你念一下 这一次香水的一个创作的灵感吧 那你买到的每一瓶 Replica的这个步标上面 它都会给你写到 它想要给你复刻到的时间与场景 那这一次Under the Stars的香水呢 就是想要复原2022年 在纳米比亚的沙漠当中 星穷之下 篝火 逼巴作响 成为了夜空中的低雨 那乌木与琥珀 正正是代表了旷野的生成 远离了城市的凡消 火焰升起 也让往事如烟吧 我感觉写文案的人还是蛮厉害的啦 通过文字闻着它的气味 你完全会跟随调香师 进入到了当天的夜晚当中 仿佛坐在了它的身旁 那真正闻到香水以后 我想说如果这瓶香水不是 遇上了这个运输的小问题 仿佛是默默的就站在了货架上面 能随着它文案的发布 很快大家就闻到这瓶香水了 这瓶香水的热度 应该可以像它们香水线 其他香水一样更高一点点 香水的开出呢 会是一阵明显的 具有辛辣感与干燥感的黑胡椒 搭配上一点点的肉桂粉 带来的这一种稍稍具有烟熏感的 辛香料气味 仿佛就是在你眼前筑起了这个篝火 让你闻到了燃烧中的木头 与冉冉升起的烟火气 那20分钟半小时以后吧 香水的整体呢 就会是脏感完全不重 带有一丝动物感的乌木皮革 配合上粉感的牢丹汁 给到你仿佛是坐在了篝火旁边的那一种温暖感 是一个呢 更趋向阳刚 明显带有皮革感的木质调 而这种比较深沉的皮革乌木的木质调 也绝对是给到了你在夜晚当中 那种更神秘和漆黑的感觉 我会说 如果你是追求一种从未闻过的皮革或木质调 或者你想要追求一个更真实的 更重口的乌木香 那我感觉Under the Stars这瓶香水呢 满足不了你 但相对的 如果你是想要 适合在秋冬天 在更多的日常场合当中 更容易使用上来 动物性脏感 不会那么强烈 但依然保持着一种更中性的 与烟熏感特质的香水 那我相信乌木星辰这瓶香水呢 可能就正合你心哦 那我也看到网上呢 也会有人分享说 这瓶香水与他们家很受欢迎的 By the Fireplace 碧如火光那瓶香水蛮相似的 甚至会说这瓶是一个去糖版的碧如火光 这一点呢 我某个程度上是认同的 最主要是因为这两款都是带有烟熏感的气味 然而呢 碧如火光的甜度绝对要比起这瓶明显很多 而这瓶里面明显的皮革调 又是碧如火光所不具备的 因此呢 我会说 如果你是会享受一些带有甜感的美食调香水 尤其是Chesner版力的那种坚果香 那可以直接选择碧如火光吧 而新的乌木星辰这瓶香水呢 就会更适合更成熟或者不爱任何甜感香水的你 而除了他们家的碧如火光以外呢 我是在闻到这瓶香水的时候 反而也想到了他们家另外一款我自己满是享受的 Whisper in the Library 图书馆蜜语的那瓶气味 因为那一瓶呢 也和这瓶一样 有着明显的黑胡椒香调 而我呢 也会把 Whisper in the Library 这瓶香水 放在碧如火光与它的中间 甜度依次是碧如火光图书馆蜜语 然后到乌木星辰 烟熏感的话呢 就是碧如火光 乌木星辰 再到图书馆蜜语 而辛辣感的话 则是 乌木星辰 图书馆蜜语 再到碧如火光 那一个小小的比较 也可以给你更多的参考咯 那要说到这瓶香水的整体表现力呢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其实真的不用喷太多 尤其因为它开出那种强烈的 黑胡椒与烟熏感的气味 五下之内 我觉得完全足够了 一个半小时之内吧 伸手距离 别人都是清晰能闻到你身上的这一股 具有烟熏感的木质调 而它的持香也可以达到七个多 将近八小时 所以整体的表现力呢 绝对是在几格线以上啦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下一次去到他们的香水柜 也不妨拿起这一瓶呢 感觉推出以后 讨论声的确有点太低的香水了 尤其是享受木质感或者皮革掉香水的男生们 说不定呢 这一瓶会是整个Replica香水线当中 你最喜欢的气味哦 好 这个呢 就是这一次Under the Stars 乌木星辰香水的不专业香瓶啦 那我相信你们很多 应该也已经闻过了这一瓶 已经推出有好一段时间的香水了 有任何想法 也请留言分享给我们大家咯 那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呢 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